为了这顿饭,人们会看上一年,尤其是孩子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953年的春节 天津市的王德柱一家人在吃团圆饭 那个时候推开不同的门,每张餐桌上的菜肴是一样的 每个房间的家具摆设是一样的 人们的穿戴是一样的,对生活的渴望也是一样的 穿新衣,放发套,压岁钱,年饭 这些对孩子来说真的是无尽的诱惑 过年了,多困难的家庭都要想办法给孩子们天上一身新衣裳 放鞭炮是男孩子的最爱 那时候是绝对不会放连鞭的 一定要拆开了一个一个放,一直能放到中学15 当然了,女孩子当中也有胆大的 我们看到这个女孩子,她就敢放传说中的二体脚 其实我知道还有更胆大的,她可以把二体脚放在手上去放 那个时候这样的女孩子被称作假小子 那个时候呢,大人给孩子压岁钱呢,一般都是一毛或者两毛 过个年,几块钱的压岁钱,其实已经很多了 什么零食啊,玩具啊,书包啊,还有些书本都买得起 而现在呢,几百块,上千块的压岁钱 感觉买什么都是捉襟见证 买一串糖葫芦,这个孩子能高兴的到处乱跑 这么长的糖葫芦真的是很少见 大概一尺长左右的呢,我见过,我也吃过 记得小的时候啊,第一个糖葫芦啊,能吃一个下午 其实呢,不是吃不了,而是故意慢慢的吃 让这种久违的酸酸甜甜的感觉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呢,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候 当时人们过年啊,见面经常说的就是 恭喜,而一些有工作的人 有文化的人见面的时候才会说 新年好,而现在 有文化已经成为了普遍现象 有人说中国人特别容易知足 所谓古人云,知足常乐嘛 新中国建设初期啊 过年的时候,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 我从前啊,哪敢想这样啊 想什么呢,无非就是吃饱吃好 穿暖穿漂亮,这些物质方面的补述要求 过春节除夕的年夜饭 其实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呢 人们消费的主题是抢购 买东西呢,是要评票 而且是要排队的 我相信呢,现在还有很多的家庭啊 都珍藏着不少肉票啊,布票啊,粮票等 都是当年省吃减用留下的 也是那个时代的印象 1977年娱乐情况呢 也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春节的气氛呢,开始鲜活了 尿会恢复 另外呢,还有像什么 体育演出啊,舞会啊,诗会啊 还有文艺晚会,音乐会等等 当然了,解决了温饱问题 中国人就开始追求精神层面的文化生活 而春节除复最重要的文化大餐之一 就是在1983年一号打响的第一届现场直播的央视春节联合网会 从那个时候开始大年三十儿 一家人一边包着桃圆饺子吃年夜饭 一边看 谢谢观看